这些招牌美食来头不小 我们的牛肉呢 曾经是G20峰会的指定的供应商 你们的酱额被认定为 2020的上海名菜 这个可是上海快失传的一道美食 是什么让他们直呼美味 除了鲜就是鲜 相当鲜 发味非常漂亮 就很鲜 有一点点奶香味 这些美味不仅好吃 还更加创新 它上面还有金箔和鱼籽酱 卤味还要炒的呀 对 我们想说更入味 大家好 我是葛小倩 餐饮行业里呀 传统的味道自然是永不过时的 甚至会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成为顾客的首选餐厅的招牌 但是如果你想要留住 不同年龄段的时刻的话 仅仅没守成规 那是肯定不行的 还需要创新的辅助 在传统的基础上啊 有新的突破 那所以呢 很多餐厅为了每年 每季度的新菜 都会使出浑身蟹数来 今天就被你们 搜罗了一些广受好评的餐厅 看看他们又是如何推陈出新的呢 话说我们今天拍的第一家店啊 我就有点质疑我们的编导了 你看他名字叫做龙少爷蟹黄鱼 哎 那现在应该不是吃蟹的季节吧 就算有蟹的话呢 我估计品质也不会太好 不过呢 名字叫蟹黄鱼 难道我们是来吃黄鱼的吗 不过呢 既然是编导要求 我们就先进去看看吧 龙少爷蟹黄鱼 哇 哎 别看他们这个店啊 只有这么一点点 但是呢 门口有这么大一个灶台 而且是像那种土灶台 哇 哎 这个灶台上好像在蒸蟹哦 因为我一凑近的时候 就闻到了一股很浓郁的蟹的香味 而且我看到里面有工作人员 好像正在拆蟹 我们进去看一下 哇 哎 你们看到了吗 现在啊 他们就在拆蟹 还这边呢 还在剥虾 那我们来问一下哦 嗯 你好 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个蟹 是每天都要在这边现拆的吗 对啊 每天都是现拆的 那一天要拆多少啊 拆四十斤到五十斤 那怎么会有这么多蟹 这个成本应该很高的吧 因为我们家羊肯谷有基地的 一年四季都有新的蟹 就特别新鲜 我们家的蟹还不新 那这个虾呢 我看到您是把这个虾头 还有虾壳都要跟它的虾肉 要先拆开来 对 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样呢 虾煮熬酱油 熬得比较鲜香 虾肉呢 做花草 在上面上面叫三虾拌面 三虾拌面哦 对 那个虾子 虾脑 虾油 虾仁 那为什么要选 就是我看它这个个头也不是很大 为什么要选这种蟹 因为这个时候清明节的和它呢 是最嫩的 肉质呢 是最酷弹的 口感呢 比较爽脆一点 哇 其实就是我们当季 这个是一个实人的鲜虾 对 而且我还想问一下 就是刚刚我们在一进门的时候 发现你们那边有一个灶台 那怎么想到把这个灶台 弄到店里面呢 用这个土的方法蒸蟹呢 就是说能找回最早的味道 然后呢 就是说吃着特别鲜嫩 虽然季节不是最好的 但每个蟹都是最新鲜的 每天现蒸现拆 所以它们才能保证没有一点腥味 而将和虾这样做的店家 倒也真的少见 每天都用新鲜的和虾手工拆离 虾头取下来熬制虾油 5G虾壳配鸡油熬制浓稠 用虾壳熬制出来的油再来炒虾仁 那才会更加鲜美 再搭配提前提取的虾黄一同煸炒 嗯 隔着屏幕都感到香飘四溢 小小的和虾竟被利用得淋漓尽致 最后撒上虾子 这道创新的三虾面就完成了 天呐 这个碗一放在我的面前的时候 就感觉一阵一阵的香气扑鼻而来 哦 这个上面的虾仁哦 分量太足了 你这样看的话 其实都已经看不清 下面还有面 哇 这个虾仁真的是太多了 嗯 它这个虾仁上面 还铺了一层虾子 哎 这个口味和口感的层次就更加丰富了 你想想这个虾子炒完之后 有一种咸鲜味 然后呢 里面的虾仁因为很新鲜嘛 又透着一股鲜甜的口味 所以两种融合在一起吃起来 真的口味的层次非常丰富 吃虾仁的同时 别忘了我们还有蟹粉 这单点的一碗蟹粉 可是由三支蟹做成的 有了蟹粉的加持 这碗面感觉升华了 赶快来尝尝吧 真的是好享受 除了鲜 就是鲜 就是非常鲜 相当鲜 味道到底鲜不鲜 还是时刻说了才算 鲜 鲜 这样上海人看 鲜是鲜得咧 没得咪嘛蟹粉 就像他这家店的用料 特别真 特别实在 我觉得的话 性价比来说的话 还是可以的 大概一百年一百块 我比较蟹粉的时候 我跟马亚洲年纪矿的 可能不吃了一百个生物 弄 功夫有劳胜 哪个人整个要弄 那些微妙的生物 神光又浪费了 有一个人弄的 所以呢 而是新鲜比比较高 而是每三个人都干 蟹粉三虾拌面 当季食材创新作 搭配蟹粉鲜上鲜 接下来要给你们介绍 最近很火的一家中药房 同寒春堂 当然不是因为中药好喝 而是这一家有着 两百多年历史的中药房 竟然做起了奶茶 真正将养生跟茶饮 结合到了一起 将人参啊 桃椒等 天然滋补的成分 加入到奶茶当中 其中酒区瓜油茶 可谓是这季的薄品了 内含有苦桥 黑茶荷叶等 天然草粉元素 让你尝到零负担的美味 而且店里面所有的茶饮 食用的都是罗汉果糖 是天然健康的甜味剂 喜欢喝茶饮的朋友 一定要试试哦 哇 这都很好吃 这个也好吃 哪个是特色 我该买哪个 我该买哪个 一定要买特色 我该买得更好 我愿意 辈过 notes 是 我会买我 这都还没带 我会买的 有趣 也有趣 有趣 我会来 我会来 真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有一道虾鱼鹿鸡是一款失传的美食 我们询问下来买的阿姨亚苏 这个鱼鹿的味道蛮特殊的 鱼鹿的味道蛮特殊的 鱼鹿有点像虾的有股香味 小时候我们还会买那个鱼鹿买回来 但是呢这个过年的时候才买得到 但我们觉得他们做得好 我们就基本上就是吃他们东西了 虾鱼鹿鸡 选择本地三样鸡 先烹煮后冷却再用密制虾鱼鹿加鸡汤等调料 禁制24小时 经过时间的洗涤 虾 鱼 鸡才能三鲜合一 让老一辈回味失而复得的小时候美食 除此之外 店内挂了很多证书 其中一个酱鹅被评为上海名菜 这到底有何特别呢 首先一个原材料说的 120天养殖的那个大白鹅 那么首先它的肉质呢 它是相对来说比较嫩 那么它同时它有香味 它的香味非常的足 而且我们是有古法五道酱鹅的五道工序 百年来传承下来的这么一个制作工艺 所谓五道制作技艺 洗 腌 醒 烹 熬 洗净后用密制香料腌制进行醒发去腥 随后进行烹饪 一个锅里只能放五只鹅 一匹匹烧煮后 四十斤的汤汁熬煮成三四斤 这样出来的味道才更加浓郁 这就是那个拿奖的酱鹅哦 它那个酱真的很好吃 就跟普通的酱油是完全不一样 这个酱你吃进去它是有回味的 就好像我们喝那种好的红酒 它叫回味无穷对吧 它这个酱料有一种纯香味 味道很浓郁 但是却一点都不咸 除了招牌美食受欢迎外 每个季度的新品也很让大家喜爱 蒸好的南瓜和胡萝卜制作而成的南瓜糕 可是很受各个年龄段的人喜爱的哦 虾鱼露鸡 古法酱鹅 南瓜糕 快失传的古法招牌美味 推陈出新 爱不释手 接着呢我们要去的是一家烧肉店 但这可不是普通的烧肉 而是和牛烧肉 你看他们门口就有 专注和牛牛小排二十年 能说出这样话的老板啊 想必对他们家的牛肉 是有着相当大的自信的 因为和牛呢 在牛肉界的地位可是相当高的哦 那究竟是不是空穴来风 让我们进去看一看就知道啦 好酒好肉好幸福 对于肉祖宗来说 烧肉是必不可少的存在 高品质的肉可以让你吃出满满幸福感 我一进店呢就迫不及待地点了 他们家的招牌就是和牛牛小排 它这边有两种 一个是杏野和牛牛小排 就是这个 还有一个是双酱和牛牛小排 大家看一下哦 真的这个牛肉太吸引人了 上面的这个花纹肥瘦的分布 你们只要是懂这个牛肉的人 就可以看得出来它的色泽 还有这个分布真的是很高级的感觉 不过呢你们以为我就只点了这些吗 当然不是 哇 天呐 大家看到吗 这个气氛好热烈哦 另外呢大厨啊 这么大的一个大蛮管 里面有这么多的种类啊 大家看到没有 大厨我看的都有点独从下嘴了 这个牛肉应该从哪里开始吃起呢 那是帮我们介绍一下吧 一种呢是从牛头吃到牛尾 尾部开始吃的 还有一种方式呢是从原汁的 原味的牛肉 吃到有上过汁的这个牛肉 比如说我们这个198的双酱牛肉 它就是原味 原汁原味的 那我们这个杏盐88的这个 就是有刷汁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像外面啊这样的一个牛小排 达到这种品质的每个两三百块下不来的 对对对 因为我们呢有自己的牧场 然后我们的牛肉呢曾经是G20峰会的指定的供应商 因为有自己的牧场 所以品质和价格才有所保证 而且一头牛身上只有三公斤牛小排 而这样的花纹属于牛小排中较高品质的 话不多说赶快尝尝吧 哇大家看一下啊 我把这个肉啊夹起来的时候 下面就已经有汁水了 而且你看都有滴下来哦 吃之前别忘了搭配鱼子酱 可食用金箔鱼子酱和双酱牛小排 组合在一起的烧肉 那会是怎样的陶铁美味呢 你刚到嘴里咬的那一瞬间 感觉这个牛肉的汁水就爆开来了在嘴中 那个汁水是带有奶香味的哦 而且我刚刚是把这个鱼子酱 就是贴着我的这个上颗是咬开的 淡淡的一种咸鲜味 再搭配上这个牛肉本身的这个香味 真的哇滩成一绝我觉得 牛肉品质高是一方面 但将其完美的呈现解冻方法也是有讲究的 牛肉最好的解冻方法 并不是放在肠温底下让它解冻 最好的方法就是经过低温的冷冻再到冷藏 这样能锁住牛肉的水分 能保持牛肉的新鲜度 所以他们家的牛肉 要经过三个冰箱的降温才能使用 再经过12道工序 将牛小排处理好 装扮成最美的样子 才能出现在食客面前 用漂亮来形容牛小排 这可能是我们采访至今来最多的一次了 这个花纹也非常漂亮 然后肉跟别的店比 我感觉他们家的更厚 就同等价格别的店就薄薄的一片 就很鲜 然后有一点点就是那种奶香味 它就是很多汁 然后上面还有金箔和鱼子酱 蘸上那个玫瑰盐 就显得它很原汁原味很好吃 杏野双酱牛小排 高品质和牛牛小排 创新搭配更美味 你当然跟我们一般联系 都可以紧张 咱们不要去做 这烹衣士我们会心想 那麽有什么烹补 那些电视推荐 一口一眼 帮助金箔和鱼子 那种死亡 就拿到一口一头 就拿到一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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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拿到一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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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拿到一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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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拿到一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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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小泉 把这个人吃完整个大便 还有家健身房 酒吧我觉得是不大可能有的吧 酒吧都在TX管海那个地方啊 小姐姐 我找你们问个路好不好 我要找一家能够吃饭的酒吧 但是我没找着 这里哪里有吗 你大概想找什么样子的 编导跟我说 它是能够吃台湾美食的 然后还有卤味 而且还有酒吧有音乐的 那其实这里就有呀 这里你们不是在吃便当吗 这里是个酒吧不可能吧 酒吧就在里面了 话说这家餐厅藏得还真是深 外面看就是一个喝喝下午茶 吃小吃的店 没想到店内还有一个暗门 它这里竟然有个暗门啊 跟我进来 里面有个暗道 好有科技感啊 天呐 金诺里维斯的感觉 真的是个酒吧 过来过来过来 好有感觉哦 你看看那个酒柜 好多酒 说明它鸡尾酒一定做得很棒 其实在这个酒吧喝酒 你不仅可以点便当 还可以点其他特色台湾美食 当下酒菜 好 再来看一下 这个是什么啊 这个是肉夹馍 你们这里是认真的吗 就本来我感觉很有艺术气息 你知道吗 木村拓宅 然后突然间来个肉夹馍 其实这个它原来我们视频是小吃过一份 是叫挂包的那个小吃 挂包啊 对 所以是我孤陋寡闻了 不好意思啊 没见过世面 原来它叫挂包 它里面超大一块肉 我跟你说 我以前拍的粽子店都没有放这么大块肉的 有点那个卤肉饭卤肉的味道 虽然肥肉很多 我当吃起来是蛮香的 还放了这个血菜 挂包是台湾地区的毒法 实际叫割包 又名虎咬猪 别看这只是一个小吃 但光是五花肉的烧制 就要两小时 先煮后煎再调味 最后放入电饭包一直焖煮 除了挂包外 另外一道卤味拼盘 也是很受大家喜爱 但这 这 这哪里是卤味 明明就是炒菜啊 我要投诉啊 我真的要跟你投诉一下 我点的是一个卤味拼盘 你干嘛给我上一个炒菜来啊 这个是我们台湾特有的 就是卤味全部卤好了以后 加入酸菜 然后跟油葱酥拿下去炒的 就这个对吗 对就是这个 卤味还要炒的呀 对我们让它更入味 然后加入别的味道 你这个还要一锅一做的啊 对我们一锅一做 没办法 这个就是我们需要让客户吃到最好的东西 那我们就来尝尝这个先卤后炒的卤味拼盘有何不同吧 你别说了 炒完之后 一般卤味都会比较湿嘛 但是它炒完之后呢 那个水分都被炒掉了 所以它这个猪耳朵吃起来更糯 而且更比较入味哦 虎咬猪 鲁味拼盘 台湾地区特色美食 颠覆传统制作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多久待会 大家一起来 下期同一时间 让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哦 拜拜 我在上海 大家都在 美食情报天天搜索 玩乐榜单日日翻新 弄了脆的面包包是哪里找的 这个呢只有碗式才供应的 这是一份尽心为你制作的 美食排行榜 为你护上吃喝玩乐 一网打尽 不用出上海 都能有旅游度假的感觉了 吃火不会更浓吃火 更正宗 这是上档式的传菜 想了解护上更多资讯 锁定陶醉上海